OK,那就我们还是接着上一次的讲,上一次是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是做了这个比对,然后再稍微回顾一下,就是这个比对的这个common line 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所谓比对就是,在rnsic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做比对,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些,因为这些比对的read 它表真的就是说,read就表真的是基因的表达量,或者是有的时候会研究比如说可变减切啊等等 它是能够通过read的比对,我们通过比对的这个数据去quantify这个基因的表达量,或者是去研究这个基因的可变减切 那这里边,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说,去比对之后,然后去对它的对这个意思的基因表达量进行定量 就是说里边基因,有我们之前看到有6000多个基因,这里面基因表达量有高有低 那这里面是之前我们做这个比对的一个common line,命令行 那我们用做rnsic比对呢,是用的是hyset2 hyset2如果你去看文献里面,有其实rnsic比对的工具,数据比对的工具也有很多 其中hyset2算是中间一个比较popular的一个工具 那至于选什么工具,这个呢实际上对于初学者来讲,大家我们一般就选就是比较popular的工具就行了 就没有,这一般不会犯什么错误,然后对于这边我们最后是具体做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用hyset比对,比对之后呢,它生成的这个sam文件呢 实际上是我们通过管道给输出到sam tools,然后通过sam tools view这个命令,把它转化成bib文件 转化成bib文件之后呢,我们要对,然后又对这个bib文件进行了一个sought 就是实际上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sought的一个bib文件 如果想去看这个bib文件,怎么看呢,我们直接就用sam tools view去接这个bib文件 但是如果我们直接点enter的话,它就会打印在屏幕上,就看着不是很,你就看不到最上面的东西 我们想从第一行看的话,我们就是接个管道,一样的接个管道,然后加less 加less之后呢,实际上这里边就是有很多行啊,因为这个每一行比较长 所以呢,它会这边会看到换行,那如果你想把这些,让它每一行都只展示在一行上面 就是没有这个word wrapping的这个步骤,那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参数,less 然后再加个- capital S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列一列排,有一点就是像excel里面排序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格式 那这里面第一列,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第一列是 再回顾一下,就是说第一列是read的ID,因为每一条read它都有一个unique的ID 因为这个数据呢,我们是从sr上下载下载下载的,所以它都会是srr,然后这个开头的 那当然你如果有自己的数据,从那个公司里面测去的数据,那可能它会有对应的机器的信息 但是这个ID是unique的 那同时呢,就是比较重要的是这个第三列和第四列,然后第五列,第六列 然后因为我们是单,single end的测序,所以这边没有信息,都是信号00,一般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说,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数据是单端的 有的时候你可能从公司拿到数据,你直接从那个bam,因为它有的公司它直接把那个bam文件都生成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直接从bam开始做的话,你看到这个你就告诉你,可能这是一个single end的read 因为如果是pair end的read的话,你想我是read一,这是一条read 比如说我read一比得到金主的一个位置,read二会它比对信息会在这边 然后呢,一对read会有两行,这个呢我就不去介绍 但是如果大家就是后面遇到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理解一下 那具体这每一列都是什么意思呢? 这第一列是id,然后第三列是map到的位置,比如说这个,这条read它就map到这个i位 i号染色体的115位,然后它的mapping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m呢就表示match 然后呢,这个72206n36m,这个n呢就表示,因为我们是测的是,呃,实际上是测的是cdnA 那cdnA它对应的精呢,呃,它可能有内含子 那内含子在我们测的都是成熟的mr,所以这个内含子会被剪切掉 那当我们往这个基因组上比对的时候呢,就会,呃,一条read它可能会比对到两个exon上面 那这中间会有intron这么一个gap,那它就是用这个n来表示,一般是这样的 那大部分的位置都是50m,因为我们的呃,数据,我们的read的长度呢,最长就是,呃,50,50个m,50个简辑 那具体这些信息从哪可以得到呢?一般就是sem呢,它有一个文件文件格式的说明文档 这个文档里面呢有具体的这个说明信息,你就直接输这个sem format 呃,谷歌搜索,如果百度搜索,应该也是能够,应该也是能够搜搜出来 那这里面呢,它的第一个hit就是这个sem2's alignment format specification 那这里面它就会对这个具体的每一列是什么意思,首先它会告诉你sem文件是什么,什么意思 比如说,呃,对,这里面它会告诉你具体是什么,呃,具体,这边有个表格,这边有个表格呢,它会告诉你每一列都是什么含义 我把它拉到,拉到最后 ok 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文档,就是如果呃,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把它看一遍,但是今天这边呢,我就不不详细的就是往下讲 嗯,我稍微看一遍,它应该是有个表格 表格里边它会告诉我说,每一列是什么信息 那当然这边它有给了一些简单的示例,但是,呃 我稍微看一遍,它是有个表格,ok ok,在这,那应该是这个 ok,但是这个表格,对,这个col呢就是col,然后它对应的field是什么意思,然后它是什么type,比如说 第一列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这个readID,它的type就是stream,然后它的这些先不用管,这些是那个正德表达式的一些匹配的模式 但是它这边主要是这边的信息就是,它是你的query的template的name,就是实际上就是你的readID了 那这一列是,我刚才没有讲,这一列是叫做bitwise flag,这个flag是什么意思呢,呃,你就,呃,我简单的说呢,就是它是表示你的这个read的比对的一个状态 那实际上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一个数字,为什么会看到一个数字呢,因为在这,在这些sem或者,呃,或者说我们说bim文件里面,因为用数字它就更容易去,呃,能够更简单的去记录这些信息,但是实际上呢,这每一个数字它背后代表的就是对这个read它比对的一个描述 那怎么去看这个信息呢,就是,也是一样的,我们有,比如说我们看这个272这个,这个东西,那,怎么去看,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是用semtools,semtools我之前讲过,它是有很多个,这个,呃,subcommon的,就是指命令 那我们常用的就是刚才用到的这个,呃,view,然后,我们之前还用到thought,就是把它thought alignment 然后实际上还有一个叫做,呃,flags,flags就是,它的意思就是,呃,explainbamflags,那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用的 那比如说,你直接semtoolsflags,它又告诉你说,它是convert between textual and numeric flag representation,也就是说 它是可以把你的,呃,文本的这些信息,或者说,呃,你的numeric就是我们数字的,就是我们刚才在半文件里面看到的这个数字的,这个信息转化成一个文本的描述信息 那具体的什么意思,我打开看一下,用这个flags,flags后面就跟这个数 那这里边呢,呃,我可能这个还是比较 复杂一点的,我就举,举个简单的例子是,举一个 这个,这个16,这个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 那 这个flag呢,呃,16,它实际上告诉你的,就是说,它是一个reverse的比对,就是说这个read呢,它是比对到这个金主的负量 那这是一种方法,就是说你,你read的比对的时候,你是可能比对到,呃,金主的 正链,也有可能是你反向互补之后,比对,比对,那反向互补之后,比对上,那实际上就是说 是,实际上你是比对到金主的负量 那这是一种方法,就直接在命令行上来看,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更直观一点的方法,就是在这个 呃,网,有一个网页,就是pica的,它有一个网页,叫做sam truth,sam flag 呃,explain,你就,谷歌搜索这个信息 它的第一个hit应该也是这个,就是有一个explainsam flags 比如说我们还是看刚才这个16 你如果输入16 他实际上就是说 呃 首先这个,呃,他直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read呢,它是reverse 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说告诉你说这个read呢,它是 比对上了,比对上,它是比对上金主的 呃,负量 因为这个很,这个对于有些 呃 呃,在有些时候是很重要,因为它的链的方向,实际上是跟你这个 呃,基因的表达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我们讲的就是 讲到rnsic,我们还有个概念没讲到,就是说 rnsic里面有,实际上是有很多种不同种类的rnsic 其中呢,就是很常见的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有两种,就是说我们简单区分呢,有两种 一种呢,就是unstranded 那也就是说,我们cdna,呃 呃,我们在mr转化成cdna之后呢 被convert成cdn之后,那我们测序的时候是 这个cdn的阵量和负量,就cdn是双链的 那它的阵量和负量 有,就是它同时被测到,就是它没有strand的信息 就是,但是 对于stranded的rnsic呢,就是说 我在测序的时候,这个read里面,它包含了基因的 基因转路的方向,在基因组织上转路的方向,这个我等会在那个rnsic 在那个rnsic里面给大家展示的时候,可能会 更直观一些 这边可能会,呃,会有点感觉比较 比较混乱 那我既然讲到rnsic,那我就 讲一下就是 呃 什么是IGV,那IGV呢,它就是一个genome browser,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文本文件,都是在文件里面保存的文件,那怎么去 具体这个比对是什么概念 就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呃,我们最好是能够在这个,能够去图形化的去展示这个东西 那怎么去做呢,就是 呃 我们一般就是对于比对数据的展示呢,我们就是 就是用IGV 那IGV它是也是有这个对应的网站 那 也是一个软件,但是呢,它是一个GUI GUI的这么一个软件,就是 类,简单的说就是类似我们QQ或者微信,它在桌面上的一个,一个desktop的一个工具 那 比较简单的用法就是你直接到它这个官网上 到了官网上之后呢 当然它这个一般要求你的电脑上要装这个 呃,Java,Java8一般 那直接就点这个download 点download之后呢,会根据你的 这边就是根据你的这个不同的 平台,就比如Windows,Mac或者是Linux 它会有不同的这个要求 那还有一种就是用这个Java WebStart,这种可能是相对来讲 最简单的 那我可以稍微试一下 那对我自己来讲,我的电脑上也装了这个IGV 那 装了IGV之后呢 IGV本身呢,它并没有这个 我们的 可能我们对应的这个意思的数据,那如果我们想展示我们自己的数据 那怎么展示,当然我们要有这个对应的数据,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数据 download下来 那数据我们要download什么呢? 首先是这个 reference genome 那reference genome,我们之前讲到是直接用这个mobilextrem就可以download的,那我们实际上就download了它的 Fast文件,就是这个reference的Fast文件 那我们就把这个 在这个桌面上先建一个 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 IGV download的这个数据都放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OK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数据拖过来就行了,这是最简单的下载方式 那我们当我们有了这个数据之后呢,我们还需要的当然就是比对的工具,比对的这个数据,比对的这个数据,比对的数据呢,我这边只只下载一个,因为你或者说 好,下载两个,下载两个之后呢 下载两个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去load这个genome,那就点击这个genomes 点击这个genomes 点击到 genomes呢,因为我们是load genome from file,我们有这个对应的文件,所以我们就直接点这个load genome from file 这个可能会有些卡 OK,这边可能会,这个可能现在是有点卡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稍微再回到这个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再回到这个运动房这一块 明亮可能下载的时候 呃,这边在下载可能消耗的这个 CPU和内存比较多 OK,它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就是回到这个桌面 先回到这边 OK,桌面上我们刚才建了一个新的文件夹 按一下 就是往里都是阔子的 就是在快点 所以这边再 那看到这个 我们把前后要吃了 就是把他们就感到 order了 那我偷吃了 好,你要吃 Lean 我吃了 我吃的 而已, прик在这边 我们本人才可以吃,买 新建的文件夹是 OK 那这里边我们刚才已经下载了这个有这个top 发的文件 就是这个reference genome 然后同时呢 这个genome漏了之后呢 OK这里面看到就是已经有不同的染色体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比如说我们打开 就是点击这个一号染色体 那一号染色体它就告诉你 OK这边有28kb 那你有了基因组之后 我们还需要有这个 genome对应的注释信息 那这个怎么来拿到呢 也是一样的 也是有这个 从这个gtf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 gtf文件 实际上就是包含的是我们的基因注释文件 之前我们是看了它的文本文件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文本文件里面 具体包含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因 这个基因呢 它在这 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信息 首先呢 它是有个蓝色的bar 这个bar呢 它实际上代表的就是 我们把这个鼠标放在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有这个对应的基因 然后它的基因ID 它的基因sauce 然后它的基因的biotype 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基因 那同时我们看到它起始是在这里 然后终止是在这里 同时还有看到一个小的 这种小于号 有很多小于号 这都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首先 这个很容易理解 就是这个保 表示的就是它这个经的 就是 起始和终止 实际上我们讲起始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时候 是讲的是它的五一撇 所以它这边小于号表示什么呢 这小于号表示 它的转路的方向 也就是说它转路的时候呢 它是往这个方向转路的 实际上也就是说实际上 它是 这是它的转路起始为点 这是它的转路中止为点 那一样的 这边是一个 也是一个基因 它是往 这个左边转路的 也就是这是它的起始 这是它的中止 OK 那我们来回到这个 呃 就是这个GTF文件里面 去看一下具体就是 就是这个什么意思 那我们之前 呃 这个 reference文件是放在data里面 这里面就再回顾一下 就是我担心 因为大家初学的话 就是 你想view一个文件 并不是一定要进到 那个文件夹里面 就是说我们在windows下面 你要 你想要看一个文件 你一定要点到那个文件 里面 点到那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去双击那个文件 但是在linux里面 你可以用这个 呃 它的绝对路径 或者相对路径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 就是一个相对路径 less 然后 去看这个 上一层上一层 再上一层的一个data data里面有reference 然后它对应的就是gts文件 那一样的 我这边 它会这个每一行 它会wrapping 那 我想让它展示的 就是相对来讲 比较容易看一点 就是我用了一个 呃 这个 YL067C 让我们来找一下 看这个机器到底干的 YAL067C 这个是怎么找的 就是我 就是说你点你鼠标上面的 呃 反斜线 完了之后 你输入你想要的字符串 比如说 刚才还看得不就 YL YL067 YL067 OK 呃 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在这里 YL067C 然后你就刚才再回归一下 就刚才再说一下 就是你点反斜线 输入你想要的这个字符串 然后点这个 enter件 它就会找到 如果你这个文件里面有这些对应的 match的话 它就会找到对应的这些行 OK 呃 这就相当于是你Excel里面的find 就是你想找某个字符串 你就 可能是control加F 就是你想去找某个字符 是一样的道理 OK 那我们看到就是它首先这个基因呢 它是在爱好 那跟我们这边信息就是match的 因为我们这是 这个一号 这个爱好这个两个设计 同时呢 它是位置是在哪呢 它的位置是在这个 7235到9016 就是它的 leftmost 跟rightmost 它的两个值是7235和9016 我们看到这边是7235的话 这边是7000 7000BP 这边是7235 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没办法去仔细的去看 基本上这就是7235 然后是 我们来看到这是9016 基本上9000出头一点点 就是这个位置 那同时呢 它的这一行是负 负就表示它的是负连 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是 它是一个 小一号 就是箭头是往 往右 这个方向 OK 那 它的基因ID 就是这个 这个基因ID 然后它的 基因South 这边实际上都在我们这边展示出来了 OK 那我就不一一的去赘述 那 那实际上它边上还有个什么基因呢 YL006W 那实际上就是这个基因 这个基因 它实际上就是 它的位置是 10091到100399 然后它是 正号 正号是 正面成功 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 这个基因 看到没有 那 这就是说更直观的去告诉你说 OK 这个GTF文件到底包含的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刚才就是 已经知道了这个GTF文件 然后我们刚才下载了一个 这个BAM文件 但是BAM文件就是我们之前讲到 就是说 像类似Innet子文件一样 它也要建立一个Index 类似这个 就是Reference Genome一样 就是我们想比对之前 我们要建立一个Index 所谓建立Index就是 相当于我们建立一个高速公路 能够快速的到达基因组的某一个位置 那BAM文件也是一样 BAM文件也是比较大 如果你想去在里面拿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你想去找一个东西 最好我们 就是我们也要建立Index 那对于BAM文件建Index呢 我们就是用ThemTooth 里边有个工具 有一个Common的叫做Index 就是ThemToothIndex 那这个工具很简单 就是ThemTooth后面就跟这个 它对应的这个BAM文件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你点 ThemToothIndex之后呢 然后它就会运行 那这边我们看一下是3B3B2 OK那我们刚好就对立对的是这个建立的Index 那建立你完成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边它会生成一个 以你这个文件给定的这个Input文件为前缀 然后生成一个DOTBAI这个文件 看到没有 之前我们是没有这个文件的 然后现在新生成那个文件 这个文件一般是它会相对比较小 它相对这个BAM文件来讲 相对比较小 这里再回顾一下 就是看文件大小 用那个DU-H 你看BAM文件是638M 然后BAI文件是52K 那一样的道理 我们这边刷新一下 OK现在这个文件出来了 那我们把这个文件呢 把它拖下来 拖到这个 我把它拖到这个 本地的电脑上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 这些文件就是 我担心大家不明白 就是说 实际上我现在我们做操作 都是在远程服务器上 然后我们现在做这个IGV呢 是在我们本地的laptop上面 OK这个概念大家要清楚 就是说 你是把它download下来 然后在你的本地电脑上操作 OK 然后呢 我们这边 那就现在有了比对软件 比对的信息 我们就可以load这个BAM文件 然后你load 我们不用load的BI文件 当你load的BAM文件的时候 IGV它就会利用你这个 BI文件去进行快速的这种 retrieve 就信息的这个索取 那我们点open 点open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 OK 这就是我们的比对的信息 那 这些 有红的 有蓝的 还有一些就是这种短横的 实际上这些都表示的是 它的比对的一些具体的信息 我们随便找两个read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它是有两个track 一个是coverage track 一个是这个bam本身的track coverage track呢 就是说 它实际上简单的就告诉你 OK 这个机就是在这个不同的区域 它比对上的read的density 就是我这每个区域大概 因为我们看这边有 有的区域比的多read的多 有的区域比的read的少 那实际上 呃少的它的这个 这边这个 y axis就比较小一些 这边就是呃 这边就多一些 因为它的read的多一些 实际上就是它的覆盖度了 就讲我们的覆盖度 那我们在找一个稍微经典的基因 我们来做一做一个具体的探索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gtf文件 我们看看有哪个是有这个intron的这种呃信息 OK我们找一下就是说 因为像这个east的话呢 它本身是一个就是呃 比较低等的真核生物 所以它很多基因是没有这个内含子 但是在植物里边 或者说在人类里边 很多都是有内含子的 看一下有没有这里边 一般一般情况下 它的内含子信息是不在这个 就是它的没有呃 很明摆的告诉你内含子在哪 但是你想当你有了两个axon的位置 那你axon两个axon的位置中间就是intron的位置 所以它是相当于是隐藏在这个信息里面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一些基因它是有多个axon 或者我们看一下这个直接把这个地方gtf 然后gtf的文件 我们在这边load这个gtf文件 你可以把它expand expand之后呢 它就会把它的axon信息也给展示出来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基因它是有这个axon 对 sorry有这个intron的 那这边就是IGV的话 因为我们刚才在看某一个具体的基因 当你想zoom out的时候 你就可以点这边这个呃 减号或者加号 然后呃加号呢就是zoom in 就是你要去在一个更窄的一个空间里呃就是去看某一个我们来讲看某一个基因 那如果是zoom out就是你可能想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域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的就是一个69kb的这么一个区域 那另外就是说你这边你可以呃去看比如说某一个你想到某一个染色体上 然后你比如我想到 这个二号染色体上 那我们就点二 那你想到某一个染色体的某一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想到2000 然后到2000到3000这个位置 那就是说是这个冒号 然后2000到3000 然后你这边就点够 那这边实际上我们就是2000到3000这个位置 实际上是2000到3000是997将近1k的位置 ok 那是一个简单的用法 我们再来找一下 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一些有音创的这些基因 实际上是比较少 但是呃 我来快速的搜一下看看 就是在Less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用你键盘上的page up page down这个键去快速的去翻页 ok有时候这么直接找没呃不是很好找 但是呢呃 我们来看看就是说那就我们就不看那个能够横跨 这个axon和intron我们从 或者这么说我们从这个半文件里面去看看 半文件因为我们根据read的比对情况也能判断它哪里有这个 呃 axon或者intron 看因为实际上大部分区域它都是ok 这个区域看起来好像是有一个音创 那我们把这个区域把它打开去看看 这个是i号为什么判断它有音创 因为我们看到这边有48n48n48n 那就假就是我们一般判断就是说OK这边可能有个音创 那我们到什么位置呢到这个i i号染色体也就是1号染色体的这个位置 ok我们把它copy下来 然后拿到这个iGV里面 然后一样的我们这边冒号 ok那实际上我们就看到OK这边有一个很明很明显的一个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像是一个音创的这么一个位置就是 但是呢这里边就是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我们没有没有讲的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位置呢它是它下边并没有一个对应的基因 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这个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实际上我们看这边这个GTF这并没有一个对应它的一个基因信息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即使像你难即使像这个意思的这么简单的基因组 它也会有注释不完整的地方 那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是有是有转路的 但是呢这个地方并没有被注释出来 对吧那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说OK这个地方本来我是有个基因的 但是因为你的基因注释不完整 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有的基因组还是还是在不停的更新 就是根据数据的增加还是在不停的更新 是一个道理OK 那基本上就是我这就是一个刚才那个例子就是一个阴窗的例子就是一个如果我们把它注释的比较好的话那这边它就会有一个阴窗就是从这儿到这个 从这儿到这儿它是一个从这儿到这儿当然是会有不同的structure 这里边我们没有办法去根据这些read去精确的去做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判断说从这里到这里它有一个阴窗的一个存在就是它有个剪切的这个过程 然后呢这个红的和蓝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方向这边有个箭头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的比对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就是也就是说这条read呢它是呃我们看到它是这个 reference 它是它是一个比对到正链的然后这条read它是比对到负链的 这就是刚才我们那个read reverse那个概念就是说什么叫read reverse 就是说这条read它想要比对上精确的话它是反向互补之后比对上也就是说实际上它是比 去到它的这个副链的金主的副链的因为我们基因组展示的时候它是只展示一条链 就是它没有必要展示第二条 因为它是互补配对的就两条链是互补配对的 ok 那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有了这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 呃你怎么去在igv里面去看这个具体的比对形 或者说呃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怎么去这个呃 就是igv能够帮助你去直观的去看你的数据到底长什么样 那对于实际上的操作工过程中不管是各种操作 比如说是呃rnsig或者chipsig或者是hojin 呃就是全精度测序你想去看某一个snip 或者想看某个indel呃那你最直接最直观的方式就是你把它 露得到这个igv里面去看 好 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说知道说这个基因到底是什么概念 就是它的它的这个呃 比对是一个什么概念 那我们再回到就是说这个 我们之前说ok既然你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概念 那实际上这个read的density就每个基因对应的这个基因对应的 它的read的多少就表征了它的表达量的高低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去拿到每个基因它对应的read count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讲到呃这边有这个我们要进行read count的这么一个呃去计算 那怎么去计算read count这边我们一般是用这个htsick htsick这个我们把它有一个工具叫做htsick count 这个工具呢就是它可以帮助你通过你的通过通过你的这个bib文件和你的gtf文件 然后来对你的每一个精进行一个quantify ok那我们就是新建一个这个read count的这么一个文件夹 新建read count当然这是空的一个read count 那我们具体怎么操作呢 这边我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命令行 所以我直接把它 考嗯 考嗯 copy过来 那实际上当然我们是要有什么参数呢 就是我们的input 当然这些代写f就是告诉你一些htsick一些基本的信息 就是我输入文件是bib文件 然后它的我是进入排序的就是这个是perdition进入排序的 你是要告诉htsick这个这个信息 这个这个信息 然后你的这个reference genome是什么是是是是什么 呃 我看一下这个路径是否是对的 那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要去这个呃 对到这个具体的 要拿要要有具体的呃gtf的信息 那这边呢gtf的信息就是呃 我们之前下载的这个gtf信息 ok 呃 我们要当然这是我这是一个之前写的一个common line 现在要进行修改 实际上有两个问题要进行修改 一个是它的路径 路径不对路径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它路径修改一下 那实际上这是我们的正确路径 这里边呢就是说 呃比较粗也比较简单的操作就是你把这些去delete掉 然后把它给替换过来 就是总共是五个也不是很多 但是另外一种简单操作当当你就是说有很多个呃 呃要替换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操作 你可以用这个呃 vi里面他有这个基本的这种呃 我们讲这个把一些字符串替换成另一些字符串 比如说我现在是想把一些字符串替换成这个刚刚才拷贝过来的这个字符串 那怎么去操作呢就是这个是相对来讲呃 有点有一点点复杂一点的操作 但是我给大家讲一下就先带一下 就有这么一个操作可以大家可以去用 然后可以去学 这边我不具体的去呃讲这个具体的含义 但是呃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后面因为后面的话你就可以去自己去学习这些呃 像这些正德表达式或者说对这些正德表达式有一个具体的概念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后面为什么要学正德表达式 ok这边呢实际上我已经替换成功了 那实际上我可以在这个vi里面呃去看我替换之前的 就是说我用u去返回到之前的状态 那返回到之前的状态之前是这么一个93 然后加点就是上一层再上一层 那实际上我现在是替换之后呢我重新替换一下 首先他告诉你这边有四个替换在四行里面有四个替换 那就这行这行这行和这行 ok替换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说 原来是有上上一层的上一层 现在是我上一层上一层再上一层 然后data reference然后有这个gtr ok那一样的道理我们现在是想让他后台运行 后台运行呢 呃 我就是把它后面都加一个and 那直接我就把它提交上去然后让他来后台运行 ok这个地方他已经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后台挂起 我们只是后台运行所以这个地方他就会有些中间文件就是有些log文件输出 就是比如说 还有多少gff gff信息已经在处理了 然后开始处理这个sam文件 就这些些中间的报告信息就是告诉你ok现在处理到什么状态 好呃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 我们之前这个bioinf这个这个文件夹里边 那我们看看他中间有一些具体的什么信息生成 到这个read count里边 那实际上这里边他已经开始有一些具体的呃 这个文件生成 因为我们之前是没有这些type文件了 因为他现在正在运行 这里边并没有东西但是他这些文件的文件已经生成了 现在因为正在计算 就相当于这边正在计算 然后计算完之后呢 他就会把对应的信息给写在这里面 ok 呃 那 所以这一部分呢主要就讲的是说 用怎么用去用igv呢去看这个diam的信息 或者是去直观的去看这个呃什么是比对文件 呃我们因为我现在不确定这个具体要运运行多长时间 我再看一下就是ok 基本上现在都已经在运行都挺正常 呃那我们就是说相对我们就是稍微等一下呃在这个等的过程中呢 我把一些具体的信息给就是他会生成什么什么信息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ok 因为我之前已经有了这个文件所以我直接拷贝一个过来 然后让大家去看一下就是说呃他会生成什么结果 完了之后等他运行结束呢我们就可以去看他的呃直接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ok ok 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里边呢因为他在操作的时候呢这个是可能会比较占内存 嗯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服务器呢他的呃这个计算能力的并不是很强 可以看看吧 ok ok 那这边呢我拷贝了一个这个 说等一下我把这个 我拷贝了一个文件过来 拷贝一个文件过来之后呢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这个文件呢他就是htsig account产生的一个文件 那 我看一下他具体什么具体什么内容 那产生出来文件就是这么一个内容就是说实际上就两列很简单 第一列就是你的基因的名字 然后就是你有多少个read count 就是你有多少条read 然后呢我们看看首先看看有几行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里边有7131行 那实际上最后几行呢就是这里面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最后几行我们tale一下 最后几行并不是对应的基因的信息它只是一个总结的信息 那这个信息是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呃这个信息他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前面这些read 每条每条每条每个基因他有多少条read 但是呢我们讲刚才在基因图上这个Ig1里面看到就是有些read呢 他并没有被他卖不到的地方并没有被注视到基因 所以呢他有些就是no feature no feature有多少呢有大概是6个6.4个million这么多个read 就是说他在基因图上没有基因注视 然后另外就是说呃有这个大概是62k的这么一个read 他是ambiguous 就是说有的有的基因呢他离的就是overlap的比如说有两个基因 他是一条一个基因呢他是在正脸转容 一个基因在负脸转容 那我一个read map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如果我是没有这个read我们讲unstrand的就是说我没有这个 呃read本身没有这个strand的信息的话 那我就没办法去判断说这条read他是呃属于是正脸的基因还是属于负脸的基因 那我就会把这条read给丢掉不要他就atc他会看的他会不要这个不要这条read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在基因图上就是我们能不能点快速的找一下 有可能在这样的例子不是ok 这边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一条read比到这个位置 假设我们讲这个基因两个基因都是表达的就都我们不管他表达不表达 就在这之后我就没办法判断说他是哪一条基因的哪个基因的 所以那这个基因就这个read就会被去掉 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一条基因是往正链转入 一条基因是往负链转入就是往这个方向一条基因往这个方向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链的方向的话 就是read本身它包含我们讲是strand specific的rc的话 那还是有有可能就去判断这个read属于哪了 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市面上常规的这个strand specific的话 它的read1就是从我们讲read1对于single1来讲单单单单测序的话 就没有read1和read2就是说我们讲single1的read的话 如果read1它是比对到基因组的 我们假想这边有一个有一条基因网 一个是往左边转一个是往右边转 假设是有这么一个信息 那现在有一条read我们讲是市面上普通的常见的 它是 就是反向就是迈不到这个基因的负量 那呢 它就表示这个read来自于这条基因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是因为它包含的信息 这个read它包含的是在建库的时候 它是包含了这个strand的信息 就是当你map到负量的时候 它表真的就是说你这个基因是正面转路的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kit它都是这种形式 就是一定你自己要去判断 就是你要去当当如果你这个公司告诉你的信息 OK我这是一个strand specific的时候 你要有判也要有这个判断说OK我这个strand specific 这个它是什么kit来的它不同的kit 它的得到的这个coolstrand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一定要去判断 那具体去怎么去判断呢 这里面我稍微的去讲一下 因为这边这个htc count还在还在继续的工作 我们稍微的去讲一下这个是怎么判断 这个判断呢是用这个有一个工具叫做 我们还是一样的用谷歌去搜索 就是有一个工具叫做rcqc 就是这个工具呢它就其中有它这个工具它也是一个一系列 就是有很多这个script或者说脚本 然后这个脚本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说你这个cool是什么类型 那一样的道理就是它也有一个帮助文件 其中呢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个这个具体的脚本 大家有兴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这个工具它可以帮助你去分析你的bam文件 当你有了bam文件之后你可以可以帮助你去分析你的bam文件 去看看说OK你这些bam文件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这个 就是能帮助你去看OK你这个bam文件是否正常 或者说是否是你预期的 那这边有一个infoexperiment这个.py 那这个实际上就很简单 就是说去让你去帮助你去猜你这个rcq是怎么去 就是你的library怎么构建的就是什么类型的library 那最好的信息就是我们一般在公司测试的时候 你去直接问公司的人公司告诉你说用什么k的构建的 你根据这个k的信息你就知道你是什么类型的这个 这个这个呃 酷那对于我只我只能讲说呃就是说现在市面上的通常呢就是健库方式 它的见过方都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read1就是我们讲呃它是比例到 呃精的负量精的阵量呃精组的阵量那表示精的表达方向是是负的 但是呢有有k的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判断 那怎么用呢就是当然我们第一步还是要去这个去去这个安装这个程序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安装 ok 我是没有安装这个软件 但是如果没有安装这个软件的话你就要自己去安装这个软件 那实际上我们一直没有讲到说怎么去安装这个软件 那我就稍微稍微简单的就是说讲一下就是至少从这个地方来来说一下就是说这个软件呢怎么安装 那比如说这是一个python写的一个写的一个程序那python写的程序 那实际上这边他就告诉你说ok我用peep3或者peep2怎么安装 那一般这种python的这个peep呢就是可以帮助你安装这个python的package的一个python也是一门语言就像per一样的语言 一般你的linux里面直接就有python2或者python3 然后我们看一下去试一下 如果直接用python3直接把这个命令复制过来 他就会帮助你说去安装 如果你安装不成功你可以去debug 去说看看troubleshooting去看看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导致你安装不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边有没有一些具体的 刚才这个read count的一些具体的信息生成 我们再打开一个 就是mobileexterm它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你可以打开多个这个session 然后去进行这个进行不同session之间进行不同的操作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些文件都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信息生成 OK现在还是还是在运行就是还没有信息生成出来 因为他会go through就是他会去尝试去便利你的文件 所有的这个bam文件所有的read 所有的从头到尾这个信息 然后去判断你的基因的表达量 所以这个会相对慢一些 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那个ambiguous这个这个概念 那另外一些就是说 你这个bam文件里面还有一些read是没有map上任何位置的 就是说not aligned not aligned是在这个bam文件里面它是怎么展示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个简单的看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们就还是看这个文件 那之前我们就讲到说OK你的flag stat就是你的第二行 我们把这个view再打开 你的你的第二行代代表的是就是代表的是你的比对的信息 那我们如果你想说OK我想拿到这个半文件里面没有map上的read 那怎么拿 那实际上有很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你直接看这个flags flags之后呢我们看看它这个 unmap是就这边有个segmentunmap 我们看看它对应的值是什么 OK 那实际上它对应的值呢它这边就告诉你说OK 你semtooth flagunmap它就告诉你对应的值是4 好那如果你是4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semtooth进行一个筛选 semtooth view呢你就可以是它还有不同的参数 我们一直没有呃基本上没有用 就是说它有个dashf dashf呢它就会告诉你说 这边就是only include read with all of the flags int present 就是说首先这个参数呢它是一个 你它的input就是你这边要给一个整数 那如果你给这个整数之后它会去解析你的整数 然后只把这些就是符合你这个flag的这些read给输出出来 那我们看看如果你是不加的话 它是直接把这些比对到的read也输出出来 如果你加了之后我们看看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你是dashf4 那我们刚才知道4是表示在unmap 看看是 ok 这边是什么原因它没有没有输出出来 我看看 换一下我们要尝试一下 ok 这个是为什么因为呃 我们这边会可能会等的时间比较久 因为如果是因为我们这是thought的thought过的文件 所以呢 呃 他实际上这些unmap的read 他都在这个半文件的最后 所以说呢你就会 他会我们会等的时间比较久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因为因为他会便利你的这个半文件每一条read 去判断说他是不是没有map上的 所以当他最开始我们一直在等的 就是说他便利前面的信息 完了之后他才会等他找到了之后 他才会输出出来 ok 这边已经输出了 这边就是表示说 你看实际上对于没有map的read 首先这个flag是4 同时呢 这边都是没有信号00 信号00 信号00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就是说我这个read它没有map到任何位置 就是我没有办法map上 就是为什么会没有map上的信息呢 就是这在基本上所有的物种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有些read呢 它可能比如说有几种可能性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比如说它是污染 比如说来自另外一个物种 比如细菌 另外一种可能 这是一种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 精度可能拼接不完整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 酵母来讲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玉米来讲很正常 就是说有很多read 我精度没有拼出来 那我肯定是map上了 那没办法map上 对吧 行 那这边呢 就是我再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当我这五个文件生成之后呢 就是这五个文件都生成之后 我们下一步就是做什么 因为我们有了read count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count 去建立一个count matrix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像dseqtool dseqtool是一个r的一个包 我们就可以用dseqtool呢 去 鉴定拆给它基因 那 这就是我们下一次要做的 下一次要做的就是 我怎么能把这 我们刚才看到这是一个示例了 这是一个示例 它是 比如说这个 有每个基因对应的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read count 然后呢 我怎么能够把这五个合并到一起 然后利用dseqtool 去鉴定拆给它基因 这是我们下一节课要讲的内容 ok 这一次呢就是主要就到这